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新闻非常有趣 包括民进党有好几位民意代表 都对于国民党表达关切 例如柯建民就说 国民党的这个表现不行 恐怕会走进历史的灰烬 那也有其他的民进党立委说 国民党这样做都是把自己给玩完了 玩垮了 那有趣的点在于 怎么会民进党这么关心国民党的发展呢 如果国民党真的表现不好 民进党应该高兴 柯建民应该开心 怎么反而和表现出来的 好像是担忧国民党的未来呢 台湾政坛有一句谚语说 当你的对手开始指责你正确的道路的时候 你的对手说你这样走不对 你要换个方式走 那就表示你走的道路踩到他们的痛点 那么现在其实就有点这种情况 其实民进党不是他的下一次大选开打 民进党是连2026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也已经开打 而且几乎我们可以说 从2024年这次选举投票完之后 民进党没有休息 他已经直接进入战斗状态 所以国民党要小心 国民党不要以为这一次在整个选举上 虽然大选输了 但是民意代表的部分选得不错 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就以为在放假了 这个时候民进党已经开始进入选举战斗状态 我们刚刚提到2026 我们就看几个情况 第一个基隆市长谢国良 谢国良的一个商城的开发案 被民进党一路追缠 一路去打 打到现在 那这时候有趣的事情来了 台湾的这种只要是跨县市的议题 通常就是要在整个 目前由民进党负责的行政单位 要来出面 那怎么都没有出面呢 我们看到民进党真的非常会攻城掠地 所以不只是2028 2026就已经开始 然后一连串 民进党现在的策略 就是他先把整个大家思考的方向给定案 这个在传播理论上叫做议题设定 也就是民进党现在针对 他在立法院里面他的对手 他的一个策略就是 我先设定你们都不懂 你们都乱搞 你们都错